现在就是什么 又跟我闹着 就是说老家有一个那个朋友 拉他一块去投资 就是回家开餐馆 这跟教练根本就不搭边 无论我是干教练还是干餐馆 只要能挣钱 我感觉干哪个专业无所谓 是是是是挣钱 但是你挣钱你回来就行了 我这是干得好好的 你为什么非得把我拉回去 你是我女婆 你不跟我回去呢 我带别的女人回去 对吧 那人家都说 一个男人想事业成功 那背后一定要有个 这是他的女人 他还是想让我 把我的工作抛弃 就回家去照顾他 伺候他围绕他转 做个佣人一样 最终目的还不是为了 我能更好地去创业 我想问一下 我就是 我现在是你的佣人 还是女朋友 肯定是女朋友啊 那你为什么老是使唤 我去干这干那的 是吧 那我使唤别的女人 你愿意吗 你是我的世界中心吗 我一个工作要做呀 那我是他男朋友 他照顾我 我觉得这不理所当然 那他是你的女朋友 你应该为他做些什么呢 臭小子 那我肯定是为了 我们未来照项 别你了 他不回你自己回不回 他不回你自己回不回 他必须得跟我回去 我不想跟你回去 我要是跟你回去 的话我还是得去 就是说做一个佣人 去围绕 我没说让你是我的佣人 而且我做的什么东西 我都是为了 想挣更多的钱 你知道你不是没长信 你知道你为什么失败吗 我没有说 你过去学吧 你是艰苦训练 你现在你开始走捷径了 你不认真 你不认真打什么比赛 你没有了解 微商要占用你 很长的比赛时间 你为什么去做 你想走捷径 对吧 学剪辑 你说我去了之后 才发现七八个小时 那是因为你想到 让人没干这件事 就能火了 你没想到去 还有那么多的付出 所以你退回啊 你知道你为什么 现在连续失败吗 是因为你不够 以前勤奋了 是因为你想偷懒了 我就想尝试更多的东西 我才知道哪个 可以啊 可以啊 但你要么不做 你要么就把一件事做好 你别强迫他呀 你回你的家 创你的业 人家在人家这儿 当健身教练 怎么地了 那光 我认为 当健身教练 我说不过你 毛队其实已经摆在这儿了 摊开了 老师们会如何帮助他们呢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圈 男生 我说三个词 你评估一下和你有没有关系 不踏实 不安分 不稳定 和你有关吗 这个我承认有 你还有自知之明 女生没自知之明 你渴望他都听你的 可能吗 你难道没看出 你的男友 他是力气踏 口气也大 自我感觉很好的男生 他认为你就是要围着他转的 怎么可能听你呢 你看 你们两个比赛 你拿了好成绩 你以为他真的是失落吗 不是 他是怕你更加的出来拔萃了 他失去了对你的掌控权 没有办法让你围着他转了 他在打游戏的时候 为饭是一种依赖吗 不是 那是一种征服 你就要照顾我 因为你是我女朋友 但是男生 恋爱 它是平等的 不存在说 你一定要听我的话 我要听你的话 这样的爱情才是美好的 谢谢你